我们这个地方输出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在门号 特别重要将来这个上面按钮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从前面那边把它复制过来的话 可能原来你叫什么手机号码串接 你可能要重新再去指定它的门号 你不能用旧的 你用旧的变成说一直都会指向 手机号码串接 指向门号 上面的名称你可以复制贴 这部分上一半讲过 那个怎么做按钮 如果你细节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观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这样比较快一点 不然的话有些东西每次都要再讲一遍 可能会耽误比较多时间 那我们指向它之后的话 能够把它按下去就OK 清楚 但是呢这边的话可能会有衍生性的问题 刚刚有提过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看找到那个刚刚那个门号的话 几个方法 第一个要不就怎么样 你直接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呢 一样打开那个模组 模组里面 你就往下找 一样会找到什么 找到门号 所以慢慢习惯了 一定是一个sub门号 到sub的头 sub的尾 它中间的程式 其实只有三行 一个for回圈 再加一个输出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要找到这个按钮的位置 我的喜欢按右键 你可以什么 指定聚集之外 你也可以按编辑 找到它嘛 对不对 然后按编辑 它一样会帮你怎么样 开启你现在程式放在哪里 并且把游标放在这里 这一招其实也还蛮不错 不然我单英 也写完之后 就回去之后打开 发现找不到你的程式在哪里 反正就一定是在模组里面 所以以后特别最好 你写程式一定要打开模组 写到里面去 千万不要像之前有同学 就是看到反正有白 就随便点两下 从白的地方就开始写 写了之后 奇怪 放在哪里自己找不到了 而且写在这里也不对 因为这个是只有在 这个工作表里面可以执行 其他工作表执行 那就会有出错的问题 所以一般还是建议 写在模组里面 千万不要乱写位置 除非有必要 我会跟各位讲 什么时候 可以写在个别的工作表 目前请各位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乱写 就写在模组 第一个比较好找 第二个的话 你以后也比较好去做后续的处理 除非说你写太多了 你可以再按右键 再去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它会 Module 1 Module 2 还一直往下 OK 接下来的话 再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输出的话 其实 各位有发现 这门号部分呢 我输出实际上 是把后面东西串完之后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想说 有时候有些sales储存格 这个物件 我不熟 然后呢 这个format 这个函数怎么来的 实际上这个format 是VBA里面的函数 那你想说 老师 可是我对VBA的函数也不熟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 我对 esale本身 之前做过的公式比较熟 那我也没有办法 干脆我输出的时候 我不要输出一个结果 你会办法我把它按下去 输出的话 里面就是最后的结果 那我可不可以就像 那个录制聚集一样 录制聚集输出的话呢 里面就是一个公式 有没有 那其实 另外一个方法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 再复制一个 诶 这边可以怎么样 输出公式 也许这边的话 我们练习的话 可以把这个VBA 改成用什么 干脆用什么 VBA 呃 就打个公式好了 意思就是说呢 我可以用VBA 把公式输出过来 OK 那要怎么做哦 特别注意哦 其实 把VBA 就是VBA 配合前面你写过的东西 也就是以前你写过的东西 马上可以变成 一键输出 比如说我们前面写过 用什么 Test函数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有没有什么方式 把这个公式哦 直接就丢到那个 VBA的 那个 里面 然后他一键按下去 就自动输出 哎 那现在 接下来教各位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也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哦 如果你本来已经写好了 Excel的 那个公式 那你希望快速的跟VBA结合的话 那这一招一定要学会 因为哦 如果你这一招学会啊 以后你本来已经写好的公式 不用改 只要再加上今天学的两个打 把它混搭在一起 你就可以变出按钮出来了 那要怎么做哦 OK哦 规则一 我们一样先在这边 就是多增加一个那个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呢 也许哦 我就切到VBA 然后呢 把那个门号 这一个哦 门号的这一个sub 头跟尾哦 把它复制一下好了 复制到下面 好 复制 那我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加一个什么 底线 然后呢 名称叫公式 意思就是说呢 我输出的话 我就不要用这边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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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丟 而是说我将来 我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把公式丢过去给他 那特别是后面的东西 这一串哦 我是 不过你会发现我选的话 有不要放这边 按shift加end 啊 shift加end的话 就是从前面 帮我选到后面去 shift按住 加一个endend 先加一個雙引號 放中間 特別注意喔 目前當然現在是清除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丟公式的話 一你可以先把 其實有點像把清除的這個 先把它寫 就是有點像寫一個類似清除的這樣的一個程式 二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 把剛剛之前寫好的那個公式 你已經寫好的公式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把它貼到那個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說呢 幫我把現在的公式貼過去 不過貼過去之前你要注意兩件事 哪兩件事呢 如果說裡面已經有雙引號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因為VBA本身已經用掉了雙引號 那你現在又貼一個雙引號 它分不出來就是說 這個雙引號到底是VBA用的雙引號呢 還是Excel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你必須要先做一件事就是 貼過去之前 請你把這個雙引號變成兩個 OK公式裡面喔 如果你要把公式放到VBA被執行的話 那你必須喔 先把這裡面的雙引號變兩個 所以複製之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不過貼之前記得一件事 就是說呢 現在點點不進去為什麼 因為現在游標還在裡面 所以你要先取消一下 切到VBA才OK喔 現在要把它貼上 不過你會發現貼上之後 一開你會發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分不出來 這雙引號到底是裡面的還是外面的 所以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喔 這個 這個裡面的雙引號喔 請你記得喔 把它全部都變兩個 外面的保持一個就好了 不過你要分得出哪些是 裡面哪些是外面 看得出來吧 原來外面就是那個 前後喔 現在選舉裡面的 就要全部把它變成兩個喔 而且不能錯喔 少一個都不行 不過喔 這也不一定太難了吧 真的 我以前我連我自己都覺得 常常犯錯 因為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你在貼之前喔 你可以先打開一個 最簡單的工具吧 就是在那個 副屬運用程式裡面 不是有個記事本對不對 你可以把東西呢 先貼到記事本裡面去 不過喔 現在新 要那個 WINS喔 幫他找那個 找那個記事本喔 我隨便 反正找一個 這個像Word也可以 你可以 找記事本或Word 反正一個編輯器都可以 然後呢 把公式怎麼樣 把它貼到這裡面 Ctrl V貼上 然後再用什麼 一個變兩個最簡單的方法 取代 對 OK 那你取代的話 這邊有個取代 或者是記事本裡面有個取代 反正方法一樣喔 不 取代在這裡 你就是一個 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子呢 全部取代 一次就好了 你要多按幾次喔 你想一次 OK一次的齁 那有十個嘛 OK 再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把公式呢 再貼到 我們剛剛的 這個Excel的裡面 就OK了 貼上 好 程式就不會出錯了 有沒有 這一招一定要學起來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而且喔 輸出的 為什麼要兩個雙引號 其實也是我試出來的 有些東西 其實書裡面都不會講 所以我的方法 很多其實書裡面 都不是這樣教的 我是找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跟各位 做分享 好 你會發現 OK了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我現在呢 把 應該知道 取代完之後貼過來 可是呢 我現在執行它 OK呢 我就切到公式 先清楚了 那 這個按鈕的話 把它重新指向哪裡 原來是 門號 重新指向公式 然後並且把名稱 再 名稱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去 貼到這邊來 OK 不過你會發現我執行它會怎麼樣 試一下喔 有沒有發現 輸出了 裡面的公式怎麼樣 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怎麼樣 欸 裡面怎麼都F4 裡面怎麼都F4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我 所以喔 規則2 規則1是 把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 規則2的話呢 就是把 這個列號喔 把它改成 i OK OK 但是呢 我們之前那個Sales 直接就試改成i 很簡單 可是 因為那個Sales裡面是放 放一個數字OK 可是現在是一個文字喔 那文字裡面你要放一個數字進去是不OK的 你一定還是要用串接的方法 所以 這個地方該怎麼串喔 我們接下來看喔 已經完成第一個規則 第二個規則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喔 就是要把裡面的列號 本來是4對不對 一個 兩個 三個 要把它改成i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目前喔 這個裡面是一個完整的文字 一串的 有點像一整 一整個蛋糕啊 那裡面你突然要加一點東西的話 你要分給 你不要把它切開來中間放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是喔 你不能直接改成i 如果改成i 它變成一個文字 它就不是一個數字了 那怎麼辦呢 請特別注意喔 你要先怎麼 先選取4 先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就是兩個雙引號 意思是說 本來一個完整的字串 那我把它分開 那這個 這個雙引號就變成跟前面接 這個雙引號就跟後面接 那變兩個分開 那要串的話 就是變成要怎麼 兩個end 中間放個i就可以了 很難吧 好 沒有關係 好 M的符號呢 全後都要空格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我建議各位啦 以後如果你實在這個不 這個因為我知道 之前有同學 這個地方障礙最深 而且完全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以後我教各位啦 你乾脆可以背個口訣算了 這個口訣就是喔 找到你的裂號對不對 要變動裂號 先兩個雙引號 再移到中間 再兩個end 有沒有 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再把end符號呢 分別分開來 這樣也簡單一點嗎 好像還是一樣 主要就是說 因為喔 我們這個字串裡面 你要放個變數 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才能夠把這個變數放進去喔 你不能說直接放個i 那個直接放那個i 它是一個文字 而不是一個變數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如果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先切開 所以以後你也許你可以 至少啦 如果剛開始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先背個口訣好了 就是 先選取那個裂號 兩個 雙引號 移到中間 end 兩個 再移到中間 放個i 然後呢 把它 控一下 這樣子 反正你多做幾遍 慢慢就熟了 剛開始可能還沒辦法理解 而且沒辦法接受 慢慢就會越來越習慣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打超過十次以上 慢慢就習慣了 所以你可以 這個比喻啦 比喻一下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而且你出 剛開始沒辦法完全理解 先把它稍微記一下好了 慢慢慢慢 你也許就越來越能夠 清楚到底為什麼 而且像這個也是 很多同學學VB的罩門 如果你這個罩門可以過的話 你會發現 以後寫VBA 越來越簡單了 OK 所以 所以 如何把 你原來寫的公式 跟VBA串接 我剛剛講 一 就是拿原來的門號 複製過來 有沒有 其他都不用改 把後面這個 改成那個雙 就是兩個雙引號 然後 我們第二步就是說怎麼樣 原來 第二步就是把 公式 先貼到WORD 取代成兩個 放到這邊來 放到這邊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解決那個 裂號 它沒有跟著I 的這個問題 所以做完之後 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試試看 把它清除一下 輸出 按下去 OK 你會發現 剛剛的這個4 這個5 有沒有發現 6 7 8 一直到103 它就全部WORD 這個方式的話 是目前喔 我想到的是 把你原來 這個 匯的公式 跟VBA結合的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加一個回圈 把公式放進去 而且這部分應用 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喔 你都可以怎麼樣 把它跟你原本 已經匯的東西 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OK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我剛剛是把這邊喔 再複製一個公式 請各位 試一下 雲端上也有 我剛剛寫好的東西 就這一串 在VBA動態輸出公式 的下面這一串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 那輸出的話呢 當然喔 你稍微就是記得 以後就是兩個規則 一個就是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再來就是 把那個列號改成I 這兩個的話 以後 遵循這兩個規則 以後 就是你原本已經會的 這個公式喔 就可以不需要 重新再學那個 另外一套 也可以達到 就是 輸出 VBA 把結果輸出到那個 你指定的 儲存格的這個目的 試一下喔 試一下喔 好 試一下喔